国防部今天公布了最新的共击动态 2号上午6点钟一直到3号上午的6点钟为止 陆续征获了一共有18架次的共击出海活动 其中有11架次逾越中线进入到西南东部空域 而最近距离鹅鸾比只有39里 另外还有13艘共舰也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 不过呢说到这个绿色洗脑片 打开电视就看到大家会开心吗 台剧临日攻击幕后争议不断 国民党立委王宏威就发现 该剧不仅有文策院的补助 连国发基金也有投资 认为这样的行为是拿了1.1亿元的人民纳税钱 来帮党进行认知作战 而昨天王宏威再爆料经过了追查发现 连中华电信也有参与补助呢 然而他也发文请中华电信说明投资金额 中华电信居然称 投资该剧的资料属于商业机密 不愿意提供 那么王宏威痛批 中华电信身为公股民营企业 而且交通部是身为最大股东 这么大的投资案居然不敢跟全民报告 文策院国发基金到底有没有审核 1.13亿原来这么好申请吗 难道全民就要这样被迫买单吗